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6月27日至30日的四天里 中国各地涌现出了大量的集体维权行动 维权者们纷纷走上街头 为了他们的权益而抗争 在广东和云南 村民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和工厂 与中共的强征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在陕西和山西等地 烂尾楼业主们分别发起了多起堵路行动 但遭到了警察的镇压 在河南和江西 家长们因为小孩面临无学可上的困境 而发起了集体维权行动 在本期的中国集体抗争行动汇总中 我们共收录了陕西 云南 广东 山西等地的22起集体抗争事件 其中业主12起 工人3起 家长2起 农民 教师 投资人 死者家属 和预付费会员各一起 以下是详细内容 他们在深圳有些人大股议员 赞领前规计 他没一套房子 他没这套房子 赶紧上去 6月27日 河南郑州航空港区 比亚迪配套项目的建筑工人 在航空港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讨薪 两名走投无路的工人 爬上了门头 工人们的维权行动 已经持续了5天 路好的 要挑路了 6月27日 广东中山沙溪镇的 震洁服装有限公司 讨薪无门的工人 登上了楼顶 因公司两月不发工资 震洁服装厂工人 于本月17日开始罢工 当地时间6月28日 云南腾冲荷花镇 政府暴力强拆一家解释厂 与抗议的工人 发生了激烈冲突 据村民称 当地政府在试图 以低价征用 位于荷花镇 虎跳桥工业园内的 一家解释厂 遭到拒绝后 出动了大量警察 公务员等 进行暴力强拆 现场视频显示 全副武装的警察 与强拆队员 在进入实场时 与守在工厂门口的工人 发生了激烈冲突 工人一方虽顽强抵抗 但中英寡不敌众败下阵来 防线很快便被强征队突破 冲突共导致三名工人受伤 另外 警察还在现场 抓走了五名抗议的工人 六月二十八日 湖南衡阳齐东县 数百名退休教师 到齐东县教育局集会 抗议当地政府 拖欠退休金 六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 河南平鼎山夜县实验学校 校方突然撕毁协议 宣布停办初中部 导致数百学生面临失学 家长们连日到 县政府和学校集会 要求恢复半学 二十九日 在家长们的抗议下 学校宣布恢复半学 六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 江西府州实验学校的 数百家长连日到市政府集会 抗议政府为了卖房 强行将初中部 搬迁至其他地方 六月二十八日晚至二十九日凌晨 在鼎一峰老板隋广义被抓后 上百鼎一峰投资人 在广东深圳牛湖派出所门口集会 高喊口号不去福田 就地解决 当地政府出动大批警察到现场镇压 今年一月暴雷以来 鼎一峰的投资人们 已经发起过多次维权行动 广东连江 抗议政府强行占山开矿的村民 与强征队在本周四爆发的几个冲突 冲突已导致多名村民受伤 当时村民超 他们是广东连江 唐鹏镇南充村委唐鹏村村民 六月二十七日早上五点多 当地政府在未获得村民同意 为对村民最初赔偿的情况下 出动大量警察 城管以及安保人员 为一家采矿场强占山 和人物赢矿 并设置前接线阻止村民进入 文讯前要采矿的判矿的村民 在突破警戒线时 与强征队爆发了多次冲突 双方在冲突中互相猴置石块 导致多名村民受伤 视频显示 冲突中强征队还多次被村民 释放了催泪内幕 六月二十六至二十九日 浙江温州万象城洛海豚亲子游泳馆 卷款跑路 会员们连日集会 要求万象城赔偿损失 6月28日 广东汕头金平区 七敲坠楼身亡的12岁小女孩 姚柳红的家属们 再次聚集在小公园派出所 要求警察给家属一个真相 5月25日 汕头市外马路第三小学五年级学生 姚柳红在为另一名女孩 带作业的过程中离其坠楼身亡 家属怀疑她杀 多次到当地派出所要立案 但警察认为是自杀不予立案 是有关部门在办 还是家属在办 提交证据 到了有关部门 6月30日 陕西西安 中野奥体云警业主堵路 抗议开发商降低楼盘配置 6月30日 陕西西安雁塔区 三迪曲江相送丰单一期一期业主 堵路抗议物业不作为 要求更换物业 晚上小区 几次见得着差 6月30日 陕西咸阳绿地新都会业主 发起堵路行动 抗议开发商不交房 6月30日 陕西咸阳 荣创育合成院业主 在堵路抗议开发商 逾期不交房时 遭到警察镇压 两人被抓捕 6月30日 山西大同云刚区 烂尾楼华北新城的百名业主 在堵路维权时 遭到警察镇压 多人被抓捕 6月30日 山西太原 维权的烂尾楼碧桂园 凤凰城二期业主 遭到警察镇压 多人被抓捕 6月29日 重庆沙平坝区 明月芳华的业主 在抗议开发商 私自在小区 建养老院时 遭到警察镇压 多人被打伤和抓捕 6月28日 内蒙古巴雁闹尔临河区 烂尾楼朗议员的业主 到当地政府维权时 遭到警察镇压 多人被抓捕 6月30日 湖南长沙 烂尾楼海伦堡 IME城市的业主 在维权时 与警察发生冲突 6月30日 河南郑州南三环 新城时光印象的 数百业主游行示威 抗议开发商延期交房 和降低楼盘配置 6月29至30日 湖北襄阳 恒大玉府和红星国际 两小区业主联合维权 抗议当地政府的学区 划分政策不公 要求就近入学 6月30日 广东惠州 新河丹地小区的业主 发起集会 抗议小区附近的 变电站 距离小区太近 动工前没有公事 也没有经过业主同意 期间 维权业主 遭到了警察的镇压 6月27日 北京 警察和解访人员 在一栋居民楼里 抓走了访民 主书决放法了吧 你们上手后 没有法院的犯决 你们上手后 你们去哪里啊 警察 你进去啊 你进去啊 在这 好好 我点了那点 你先看那些 像我这 就先好先 我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